Hello 各位 今天教大家做復活蛋盆栽香草 首先需要一隻雞蛋 我選擇了白色的蛋 然後一隻匙巾 首先烤烤烤烤烤 烤到有個洞裡的蛋液 然後就撕開 然後有蛋液 蛋液會做其他好吃的食物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洗一洗乾淨這隻蛋 為什麼要留一些蛋殼呢 其實蛋殼裡面有很多養份 我們可以用來做肥料 可以給植物 準備好了 這個是剛剛開了一個洞的蛋殼 我們要在後面開多一個小洞 給泥去水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隻有角的匙巾 的瓶 然後在它的尾尾這裡 烤一個小洞 然後我們還有一隻筷子 把這個洞就穿了過去 然後我們就要在這個蛋殼裡面 然後再加一些泥進去 大概加到三分之二滿了 好了 我們去這邊就有 這個是我在家中種了很久的薄荷葉 我們就選擇一些它是 似乎是站得穩一點的 這樣呢 將它最美味的涼化葉 就拔了出來 那我們盡量 就想它這個位置 插入泥島 就有1.5cm左右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隻蛋裡 就好了 那可能呢 我們跟著呢 都要 就是 幫手押押一些泥 讓它 站得穩陣一點 實一點 還有呢 我們要回來這邊 洗一洗個蛋殼 還有呢 都幫它加一點點水 薄荷呢 它本身就要很多的水 那所以呢 記得呢 每天都要淋水 我用這個分豬的方法呢 那大家呢 就可以不用買植物啦 那另外呢 這個雞蛋殼呢 如果那個植物 越生越大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整個蛋殼 或者亢水多一點點 就放入泥裡面 那就可以做完肥料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就一個成品呢 就是這樣的了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裝蛋的 這個 裝蛋器啦 這個 裝蛋器啦 慢慢呢 就會把它decorate 好一點啦 然後 就可以和大家 過一個開心的復活節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idea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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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